好,我们接下来要上的东西叫做光学仪器 第一个最简单 叫做放大镜 放大镜就是一个凸透镜 放大镜就是一个凸透镜 平常正常使用放大镜的时候 你看到的是一个正立放大像 你正常使用放大镜 你看到是一个正立放大像 正常使用凸透镜 会怎么样的情况 你会看到一个正立放大像 表示东西要放在哪里 东西要放在哪边 你才会看到一个凸透镜的正立放大像 12号 放哪边 要放在凸透镜的什么位置 它才会成为一个正立放大像 两倍高去外 胶点跟两倍高低间 胶点内 胶点内 好,好,叫做胶点内 正常使用放大镜 要放在放大镜的胶点内 看到一个正立放大像 它的名字叫做放大镜 但是你可不可以看到缩小像 可以 虽然名称叫放大镜 但是你有办法看到缩小像 请问你 要看哪里才会看到一个缩小像 你要看哪边才会看到一个缩小像 二十二 二十二 要放在哪边才会看到一个缩小像 不对 还是错,请坐 两倍教计外 东西放在 所以拿起放大镜 看远的东西的时候 就看到它会变缩小像 后来两倍教计外会变成一个缩小像 OK 用放大镜 你看到的像 不管是实像还是虚像 你都会看得到东西 因为只要有光镜 也看得到 还有 我们前面跟你讲什么 同侧见大 异侧见小 对不对 什么成像在同侧 成像在异侧 可是你拿放大镜 看的时候 你怎么看 像都是跟东西在同一边 就是因为你有大脑 你的大脑会告诉你东西在哪里 你的大脑 你的光镜 眼睛之后 你的大脑 它就说 那边有东西发光 所以不管怎么看 虽然我们教你的时候 我们说 这个叫做成像在同侧 这个像在异侧 但是你看到的东西 永远都是跟 你要放大镜 永远都跟东西在同一边 因为你有大脑 你有大脑 那并不是它所谓真正的成像位置 OK 这样要望远镜 望远镜 我们国中讨论的叫做 单筒式的 不是两只眼睛 是一只眼睛的 单筒的 天文望远镜 跟赏鸟的也不太一样 跟赏鸟也不太一样 那有分做折射式跟反射式 叫做折射式的 就是有两片突透镜 作为雾镜跟木镜 有两片突透镜 然后呢 星球是离很远 所以一定在两倍焦距外 两倍焦距外经过第一个突透镜 会成为的是一个导力缩小的石像 前面是缩小 前面是缩小 后面是放大 总和的结果还是放大 总和的结果还是放大 你会看得清楚 前面是倒立 后面是正立 所以总和的结果还是倒立 所以你用天文望远镜看 它是反过来倒过来的 如果天空很大很空旷 所以倒过来没有关系 不能够赏鸟的时候 鸟是倒过来的 所以我刚才说 它跟赏鸟的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还是正立放大虚向 这是它的折射式望远镜 所以最后的项就是放大 然后是虚向 然后上下颠倒左右相反 最后最后最后的成像 跟原来东西底是放大的 是上下颠倒左右相反的 不过那个月亮上下颠倒 左右相反也没什么差别 所以就没有关系 没差 放大 最后的结果 这叫做折射式望远镜 另外一种叫做反射式望远镜 就是前半段 前半段是利用反射的 前半段是利用反射的 构造像涂上所显示的 右边有个凹面镜 中间有个平面镜 上面有个木镜 那是一个突透镜 光从无限远平行光射进来 射到凹面镜上 我们讲过凹面镜会把光线汇聚 然后打到这个平面镜 平面镜就反射 反射到那个突透镜的木镜上 然后呢就会成像 就会成像 然后呢最后就成为一个放大像 只要它放在它的 那个两倍焦距之内 它就会是放大像 越靠近焦距相就会越大 所以就变成一个放大像 这是反射视望远镜 这两种望远镜都各自有它的优点跟缺点 那这个我们国中不教 高中可能会提一下 高中可能会提一下 这个望远镜它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而且有什么缺点 下一个叫做富士显微镜 就是各位在生物课念过那个 你们生物课念两种对不对 富士显微镜跟解剖显微镜 装傻 没关系 我们教的是富士显微镜 也是一样 是两片突透镜 两片突透镜 作为物镜跟木镜 也是一样两片两个突透镜 然后呢 物体是放在第一个物镜的焦点跟两倍焦距间 这样子也会形成一种像 哪一种像 如果放在突透镜的焦点跟两倍焦距间 29 29号 放在突透镜的焦点跟两倍焦距间 这边会成什么像 你说 我当晚在叫你 蛤 我当晚在叫你 会成为一个寡大像 放大一次了 现在放大一次了 现在放大一次了 好 寡大一次 那这个像就变成 目镜的雾 然后把这个目镜这个东西呢 它的像 目镜的雾呢 放在了目镜的焦点内 焦点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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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也一样 越靠近焦点呢 像就会越大 来 帅哥 加 加 放焦点内 放焦点内 成什么像 放焦点内 成什么像 正力放大 正力放大 十项虚项 正力放大虚项 正力放大虚项 放大第二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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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大两次了 所以你们在生物学度啊 上面是十倍 下面是二十倍 十臣这边几倍 两百倍 因为前面放大一次 再放大一次 所以就相成的 好 然后最后的像呢 就是虚项 放大 放大两次 放大虚项 然后呢 最后前率倒立了 所以上下会颠倒 左右会相反 你们考过很多遍 东西看起来在右上角 是在哪边 左下角 不要说左右相反的意思 上下颠倒 左右相反 OK 是它的成像的结果 正力放大 最后是一个放大的虚项 上下颠倒 左右相反 第一次倒立 第二次维持正力 所以还是倒立 就是它倒立 OK 就是富氏显微镜 富氏显微镜的成像 基本上的最后结果 你们在生物学过了 富氏显微镜的下面 有一个反光镜 有记得吗 那个反光镜 那种反光镜是什么镜子 它的 反正那是干嘛用的 把那个光怎么样 集装的 变得比较亮一点 对不对 哪一种镜子 有这种功用呢 哪一种镜子有这种功用呢 女生吧 16 哪一种镜子有这种功用 凹透镜 你是跟你讲说面镜还有透镜 凹透镜 凹透镜会发散啊 凹面镜 请坐下 凹面镜 凹面镜可以集中光线 凹面镜会集中光线 凹面镜会集中光线 我们前面教过什么 凹面镜啊 凹面镜啊 平行主轴通过焦点啊 记得吗 那个重点嘛 OK 好 请问您 这是立体 也是你们常常考的题目啦 学测啊 什么都考过很多遍 观察一个植物 有个细胞 那时候箭头一个子 要把它移到中间 要把它从左上角移到中间 那你的波片该如何移动咧 停车战界问 该如何移动咧 这个是你们考过N遍的题目 No.15 No.15 15哈 上海边移动 它的成像叫做上下颠倒左右 相反 看起来在左上角 实际上在 右下角 所以你要怎么移动它咧 你选B咧 请坐下 你选B咧 你选B咧 请坐下 你选B咧 你看起来在左上的西方在哪边 右下角 所以你要往左上才会移到中间啊 才会移到中间来 这里面考过N遍的不是吗 这应该产生考啊 学测联考都考过啊 这应该产生考啊 OK 停车站接问 有人有问题吗 没有 很好 好